我們請郭部長跟潘部長 兩位部長 委員長 早 兩位部長早 今天很高興兩位基本上都是支持 我們這個兼任教師要納入 這個勞基法的一個保障 今天很高興就是兩位部長 同時有這樣的一個宣誓 不過因為今天呢 我們這個招偉他訂的一個議程呢 他是訂了一個具體時程的專案報告 但是在兩個部會裡面的報告 我剛剛有仔細看了一下 教育部比較認證一點 他有講到方案一跟方案二 他已經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 那已經有一個時程 如果是方案一的話是 就是配合勞動部研議 就直接可以來做了 那第二個他有說 如果是用這個教師法 然後再用這個增訂的部分呢 他是說到下個院會的一個會期 所以有一個具體的一個時程出來 那我就要問到這個勞動部 剛剛在報告裡面有提到現在有兩個問題 需要被檢視 好那因為第一個問題呢 是說重複的一個保障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重複的保障 基本上我看來這不是什麼問題啦 因為其實現在的產業裡面 也有很多是兼任的一個人員 他不會有一個重複一個保障的一個困難 然後那他只要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他就是歸屬在正職的一個保障裡面 所以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困難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監政教師他的一個請假的問題 那剛剛潘部長也有提到說他有這個 他們已經這邊有一個研議他的一個配套 就是他要去補課嘛 所以這樣兩個問題如果都解決了 好那我們勞動部長你覺得 還有沒有其他的困難 包委員我剛才特別跟各位報告是 這不是問題而是需要去做一些澄清 或是去做一些包括像定義 類似像這樣子的 只要教育部在這兩個問題 有一個答案的時候 我想我們勞動部隨時都可以公告 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部長 我們時候 他這個我們部長這兩個問題 這個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有一個共識 有一個結論 是跟委員報告 那麼因為教育部所提出 如果從維護學生受教權益跟校園安全 那也能夠大家來支持共識 那往下我想就是兩個部會 是決定用方案一直接適用勞基法 但是能夠把教育部所提出來 兩個從受教權益維護的角度來看 我想這個就是兩個部會決定之後 我想我們就會往下來進行 好那時間 具體的時程 今天最主要還是討論時程 因為其實有共識了 方向都是有共識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什麼時候要做 因為其實這勞動部公告 其實是非常快的 那現在的這個兩個問題 勞動部認為的兩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說 有一個可以比較明確的一個時間 可以來做 如果是方案一的話 方案一的時間 我想我就跟勞動部郭部長這邊 我們就要確定這幾個方向 那勞動部因為可能也是在原來勞動部所公告的這些適用對象當中一欄表或是在副表當中來做一個處理 那教育部可能比較需要的是說在這樣的過程當中那兩項需要從校園跟受教的權益來維護 我想在時程上應該是很快 如果是最慢也應該是方案二所謂教育部會在下一個會期 也會從新的學年度希望能夠來適用 好來我現在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問題我覺得並不困難 那是不是我們在九月份的時候 有機會能夠直接來納入 我給你們來 可以啦 好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共識 就是納入沒有問題 那時程部分也希望就是在九月份 我們的這個新的學期開始之後 我們這個兼任教師也能夠直接來公告納入就是實施 好那另外一個問題 我就是要問到說 現在除了勞基法納入勞基法之外 現在的一個兼任教師 他的一個在學校兼課的一個時間 這些沒有本職的一個兼任教師 他現在的一個工作一個兼課的時數大概是多少 我們這邊有沒有做一些掌握或調查 跟委員報告這個 沒有拘捕本職的 沒有拘捕本職的 也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單純以兼任為主的 這些老師 好跟委員報告 同仁他們初步的統計 未拘捕本職的兼任老師平均值啦 大概是每週3.6小時左右 3.6歲一個月四個禮拜來算的話 才12個小時左右 在他的一個兼任 就是他在各所學校的兼任嗎 那個幕僚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這個平均值可能要 委員如果比較詳細的 我再把這個資料給委員來參考 請再補上 那這個平均的一個薪資 大概有多少 這可能就跟他的 譬如是教授或副教授 專任助理教授等等 那我希望說 因為其實這個他的一個監客的時間 跟他的一個薪資 他會是我們在 我們國家政策在擬定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的一個依據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下次 如果再討論我們教師的一個 就是權益的時候 或是勞動權益的時候 我們能夠有清楚這樣的數據 我們才可以知道說 他到底是不是在合理的範圍 或是他是在不合理的範圍 那我就要來問他 他薪資的問題的部分呢 就要談到終點費 那終點費 我們知道公立的學校 我們有一個基礎的標準表 那在2014年也做過修正 那我想要問到的是說 私校的部分 現在的終點費的一個 大概的平均範圍大概是多少 以不同的一個 就是他的一個任職 是 因為這部分主要是因為 兼任老師的 他的教職的等級 不同啦 可能用他的平均值 是比較不容易談 那從目前我們 有關教授的這一部分 公立學校的標準是在935塊 那副教授應該是 有一個數值啦 不好意思我來跟委員再做一個補充 那當然現在確實 在私立學校的部分的 兼職他們並不完全來 比照公立學校的兼課 各級的終點費的標準 這個目前確實還有一段的差距 就是有些學校 他並不是完全來參照 公立學校的終點費的標準 好 那部長我現在要跟你說的是 現在就是根據一些調查 他是說到大概有7成的失效 將近這20年來都沒有調掌過 他的一個就是 終點費的部分 那現在的一個狀況是呢 因為他在私校兼課 所以他跟公校的一個 終點費其實是不一致的 而且其實差異有一些 學校還蠻大的 所以常常發生 這種同工不同酬 或者是這種林園教師 我相信這個部長 應該也都有所聽聞 然後那昨天其實高教工會 也又在針對這個問題 在提出來 那他們的這個訴求 是希望說這個終點費 公私校能夠一致 那這部分部長 您的一個看法如何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確實公私校 在相關人事費的來源 確實有不同 那公校一般都是由 政府的公務預算來支援 那私校可能來自於 學雜費的收入 或其他的這個收入 跟政府的部分的補助 這個才構成它 所以呢 在整個公立跟私立之間 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 裁員的差距 那這個部分 教育部也希望能夠積極 用講補助的這個引導 能夠讓這個私校的終點費 盡量能夠朝向 公立的這個標準 那在這一年 大概我們今天也有 30多校 是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教育部會在這方面 持續的來用政策 來希望能夠讓公私校的 這些監客的終點費用 能夠比較 往一致方向來發展 好 部長 我相信這個終點費的部分 其實去年已經有 就是補助了2.2億 那但是我不曉得說 這樣的錢 到底是不是能夠 真正去提高這些終點費 那現在 其實我們這個 勞團也有提出 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教育部這邊 能夠正式 就是 正式的來看待 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以及去評估說 他的一個可能性 那也往這個方向去做努力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